大家好,我是Stan 7月17号将有一组以全员17岁同龄成员所组成的女团出道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K-POP最初全员同龄的新人女团 韩国著名歌手允昌的苏蜀公司将在7月27号推出 以全员17岁同龄的七位成员所组成的女团 公司表示 公司表示是从17岁开始每年会公开少女们不同的成长故事 都是同龄的话真的也像闺蜜吧 应该就跟女校教室里一样 好久没看到这种风格了 团体名字应该真的很难搜索吧 不过之前原家庆国也是一样的成功了 所以恰伞也能大发的 Aespa女团首周销售量142万张 7月14号Aespa的新专辑Curse 首周专辑销售量突破了1426487张 刷新了历代女团的最高记录 也创下了女团首周销售量最初突破100万张的大记录 而在这之前的记录是 BlackPink在2020年10月创下的68万张 JangSpa 女团能突破100万张真的是太厉害了 大发之前女团都是姻缘很强 专辑很弱的感觉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专辑很强的女团 鲁杰收写道歉文 7月12号鲁杰在IG上传了道歉文 对于我不成熟的样子而感到失望的大家 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 给关系人们造成了困扰 也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目前我深刻的反省 也了解到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在争议之后 首次对此事道歉了 因为不成熟的太多给关系人们造成困扰 不是需要一点内容都没有的这种道歉文 应该要亲自现象厂长道歉不是吗 没有一点具体的内容 不管做错什么都可以轮流使用这个道歉文了 果然道歉也会被骂 这几天很多艺人们也上传了自己入坑无用武的证据 首先是《错牛系》的云 在埃及现实动态上传了与剧中无用武的朋友 演员曲强强强一起拍的影片 Stacey云在直播中模仿了无用武的打招呼方式 其他也有穷运名金施强南与里 也都发文公开自己入坑了无用武 然后在昨天公开的第五集 收视率突破了十拍 我周围看无用武的人比没看的人还要多 不怎么看电视剧的老公 在YouTube看了几个片段 说自己也想看后 在内部里斯一口气看完了 昨天也追了最新一集 无用武真的太有趣了 无用武真的很可爱 很讨人喜爱 世间也能让人反思 又有趣又有感动 所以 不去看 前AOM米拿最新近况 7月10号11号 米拿在A级发文表示 自己营销等各种业务 参与了哄叠一家咖啡厅的经营 希望大家能多多光临 虽然自己不是每天都在咖啡厅 但是也是会常常去 希望能与大家在咖啡厅偶遇 告诉了大家自己的近况 我去看了一下 价格也不错 装饰也很好看 希望以后能常常上传这种日常 而不是纠纷 为了很多人 希望声音很好 让他能身心安定 前AOA队长辛吉敏展开活动 前AOA队长辛吉敏 对外声明 最近与辛吉敏签下了专属合约 而辛吉敏也透过经纪公司对外表示 这段时间有回顾自己的过去 虽然很小心 但是会一步一步前进的 希望大家能关注我之后的努力 辛敏坏挺 虽然不知道两个人之间 明确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感觉对吉敏单方面的残酷了 希望之后能幸福的活动 在这个论坛不是也攻击过吉敏跟Soyang吗 那些家伙现在看到这个新闻的话 会怎么样呢 前几天 金忠孺与KCN发表了新曲 I love you 而马上就有眼尖的网友们发现 超过4分钟的MB 背景都是健身房 这MB拍得也太随意了吧 是想要拍完后马上锻炼吗 韩国各邀界的两大蚊子合唱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